他接到警方电话说 丈夫疑似遭遇车祸死亡 但现场疑点重重 尸体的舌头向外深处 不太符合车辆发生时的应急情形 他向尸检确定死者是否为丈夫 却遭到婆家人的强烈反对 我哥已经那样了 你还不让入土为安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婆家人为什么要阻止他 一张朋友圈中的图片 又让他发现了怎样的真相 死亡丈夫 是凶手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快过年了 空气中弥漫着新年的味道 家家户户都在欢天喜地地迎接新春 小梅却整天愁眉不展 吃不香睡不着 因为她的丈夫宋伟 前两天因为车祸去世了 可今天小梅家里很是热闹 倒不是为了忙活辞旧迎新 而是小叔子宋波在小梅家里大吵大闹 指着小梅的鼻子大骂 我哥已经那样了 你还不让入土为安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小梅坐在沙发上安抚着宋波 你哥死得那么惨 我不能随随便便把她打发了 亲人离去 一家人本就痛不欲生 怎么还会互相争吵 闹得死人活人都不得安宁呢 原来这小叔子宋波 找小梅商量宋伟如何安葬的事 两人意见不统一 小梅认为丈夫的死有蹊跷 应当让警方详细调查 不同意立刻火化 而宋波却坚持揪住小梅和哥哥宋伟 向来不合的缘由 说是小梅不让火化下葬 分明是报复死去的王夫 这二人各执一次争吵不断 让我们不得不好奇 这场意外的死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宋伟出事那天上午 小梅正在家里做家务 突然来了一个本地的陌生电话 小梅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男生 您好 请问您是宋伟的妻子小梅吗 小梅回应问 是哪位 有什么事 这一问不要紧 原来电话那头是警察 还通知小梅 目前有一起恶性交通事故 驾驶人员已经死亡 怀疑可能就是宋伟 请她尽快赶到现场 小梅赶快给宋波和自己的父亲打电话 相约一起到了事故现场 进了警方围起的隔离区 她真是被那惨不忍睹的场面 吓蒙了 烧成废铁的汽车 车翻在深沟里 车应该就是自己家的小轿车 丈夫宋伟的遗体已经面目全非 下肢叹化 不少已经缺失 可大致看来身形相符 手上还戴着他们的结婚戒指 旁边还有宋伟常用的手机残骸 警方告诉他们 这起事故初步判断是 车辆偏离行驶轨道 撞向路边的水泥墩 并翻至沟底引起的自然 驾驶员被烧焦 但是具体的细节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后 才能做出结论 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 这么恐怖的场面 又是自己的丈夫 小梅左时下得不轻 可这吓人归吓人 这事故却有着一些蹊跷 首先警方提出 这事故现场没有发现 紧急刹车的痕迹 尸体的舌头向外伸出 不太符合车辆发生时的 应急情形 而且小梅觉得 宋伟开车一向很稳 很少开夜车 可警方告诉他 事故大概发生在夜里一两点 有点不对劲啊 自打从现场回来 小梅就一直心事重重 琢磨着警察说的那些疑点 虽然丈夫宋伟的家人 都接受了意外身亡 这个说法 但是作为妻子 她该不该要求师姐 弄清真相啊 正当她犹豫不决的时候 小叔子宋波来了 那宋波进门之后 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丝毫不见外地 包了桌上的橘子 吃得欢快 看着这张 长得和丈夫宋伟 十分相似的脸 小梅心里又涌起一阵难受 平静了一下问她 宋伯 怎么了 宋伯吃着橘子 眼皮都懒得还 腾出一只手 从包里拿了一份文件 递给小梅 打开一看 是一份保险单 上面签着丈夫宋伟的名字 宋伯吃完橘子 拍拍手站起身来 皮笑肉不笑地说 早就有 这回可赚大发咯 看见没 那是我哥半年前买的人生意外嫌 想不到吧 一共三份 受益人两份是妈 一份是你 我哥这人死不能复生 却留下这么一大笔财产 我看你呀 还是快快签了同一书 火化遗体 好让他入土为安 你呢 也能领了保险金 过你的好日子去 小梅回想起 以前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 宋伟从前对她的好 被无限放大 哪怕最近几年 两人经常争吵 宋伟竟然还想着自己 买保险 还把自己填成受益人 这让小梅感动不已 这促使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让宋伟在九泉之下 能够得以安息 于是小梅开始跟宋伯讲起 那天在现场看到的疑点 宋伯 我觉得你哥的死不是那么简单 有可能是谋杀 所以不能火化 我想让警方尸检 这两年小梅和宋伟 经常吵架感情不好 宋伯是知道的 宋伯就指责小梅 是在故意报复宋伟 专门不让宋伟入土为安 加上宋伟只有宋伯这一个弟弟 父亲已经去世 现在只剩一个老母亲 受益人是老妈 钱最终还不是给了宋伯 那宋伯和小梅 就有了矛盾 开始争吵不断 此时的小梅决心弥定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觉得这样才对得起宋伟 所以她不顾宋伯的阻扰 依然来到公安局 表示愿意配合事件查明真相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 展开调查 并很快发现了问题 回家以后 小梅想 如果有人想害宋伟 很可能是和宋伟从前 有什么过节 小梅开始回忆 这些年宋伟都得罪过什么人呢 这一想 还真想起来一个 宋伟因为做生意 借过很多钱 其中有不少是高利贷 可结果呢 生意没做成 倒还赔进去不少 之前借的高利贷 宋伟根本没有能力偿还 欠款就像是个无底洞 越钱越多 宋伟自知理亏 出门办事呢 都尽量躲着债主 能不碰面就不碰面 其中有个债主李老板 因为收不回钱 也找不到宋伟 就曾经到家里去讨债 当时宋伟并不在家 这个李老板就恶狠狠地 让小梅传话 如果宋伟再不还钱 就要她好看 后来小梅给宋伟打电话 宋伟却说不要理她 下次再遇上她 就说咱俩都快离婚了 有事让她找我 如今宋伟的死 彻底唤醒了小梅 一年前的记忆 可这毕竟时间太久 是不是真的和李老板有关呢 她决定先去探探虚实 再告诉警方情况 以免冤枉好人 再说这种事 说不定是李老板 让别人做的 她要去录音 证明他们之间有仇怨 才能牵出她这个幕后黑手 小梅找到李老板后 意外得知一个秘密 宋伟有个小秘 你要是能找到那个小秘 应该就能找到宋伟了 小梅翻出丈夫之前的手机 发现和丈夫互动频繁的 一个女人的朋友圈 很可疑 最近的朋友圈里 又出现了这个男人的背影 身形跟宋伟很像 是小梅急于找丈夫产生的幻觉 还是丈夫宋伟真的没有死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死亡丈夫是凶手 正在不出 在李老板的办公室里 小梅表明自己是宋伟的妻子 李老板一听 以为小梅是来替宋伟还钱的 却没想到 居然是来她这找老公的 李老板哭笑不得 宋伟半年来没露面 自己也在着急 小梅居然来她这找人 但李老板仔细一想 如果能通过小梅 知道宋伟在哪 那要钱就容易多了 于是便对小梅说 宋伟有个小秘 你要是能找到那个小秘 应该就能找到宋伟了 听到这里 小梅一直不愿意面对的事实 再一次被人提起 她确实怀疑过宋伟 是因为外面有人了 所以才会经常夜不归属 两人也曾经为此争吵 但是宋伟从来没有承认过 还一再保证 自己就是生意繁忙应酬多 根本不是拈花惹吵之人 小梅还想继续询问 这个小秘的一些细节 可这时候警察来了 原来警察早就觉得宋伟之死 有蹊跷 通过走访调查 也发现了宋伟与李老板 有借贷关系 就前来核实情况 可经过调查发现 李老板并不是嫌疑人 而那宋伟也确实有个情人 那这个情人又是谁呢 会跟宋伟的死有关系吗 这更是点燃了小梅 探寻真相的热情 她一定要搞清楚 宋伟是不是真的背叛了自己 小梅开始向宋伟之前的朋友 去打探 却没有什么收获 她想起了家中有一部 宋伟之前坏了不用的手机 当时因为手机不小心掉马桶里了 开不了机 宋伟就把它扔到了垃圾桶 小梅觉得丢掉太危险 可能泄露一些手机支付信息 就把手机又保存了起来 她拿着这部手机 在修理店捣吃了一会儿 竟然真的修好了 小梅赶紧开机 将手机里残留的电话 短信和其他信息能查的 都查了一个遍 凭借着女人的直觉 锁定了几个目标 但怎么问呢 直接打电话过去问 谁肯承认呢 想来想去 小梅想到了一个主意 她新办了一张电话卡 申请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在朋友圈里 栽满了关于美容护肤的内容 声称自己可以低价代购 进口化妆品 把送为手机里 自己不认识的几个可疑女性 都嫁为好友 通过翻看朋友圈 小梅发现一个叫荣荣的女孩 半年前有过几张男人背影的照片 跟送为穿过的衣服一样 而且不露正脸 明显有鬼呀 可是最近的朋友圈里 又出现了这个男人的背影 身形跟送为很像 穿的却不是送为以前的衣服 而且送为已经死了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小梅在寻找着真相 警方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 由于遗体烧毁严重 组织提取十分困难 经过法医长时间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整个事件 和DNA鉴定工作 结果得出 这确实是一起谋杀案 死者不是死于交通事故 而是被绳索等物品勒死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 死者另有其人 根本不是送为 那死者又是谁呢 死者的真实身份 立刻成为警方的调查重点 首先通过小梅提供的宋伟 消失前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 警方将查早范围 缩小至一周之内 在本市失踪人口中发现 前两天有个滴滴车司机 下落不明 而且这位司机小刘 长得跟宋伟颇有几分相像 警方开始对小刘展开追查 据她的家人描述 司机小刘为人善良勤恳 有一份收入不高 但稳定可靠的正式工作 平时有点空闲时间 就申请了个滴滴认证 在休息时间跑车来赚钱贴补家用 上周末 小刘突然和家人说 要出去跑个长途 只顾司机不顾车 当时家人还有点担心 哪有那么好的事让他见着了 但小刘却说是熟客 不用担心 谁知道 这一去就再无音讯 起初以为只是手机出了问题 可时间越久 家人就越担心 直到周末结束 到了该上班的日子 还是联系不到小刘 这下家人可慌了 立刻报了失踪 警方把小刘的父亲 带到警局做了DNA鉴定 结论证实 这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正是那位司机小刘 被烧毁的车是自己家的 但死者却是司机小刘 那丈夫宋伟在哪里 是生是死 离出事都好多天 宋伟一点消息都没有 基于案件出现了新情况 警方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从这个死者小刘开始调查 然后另一队人马继续寻找 宋伟的下落 警方又一次找到了小梅 想再了解一些关于宋伟的线索 当警方询问小梅和宋伟的感情 以及宋伟这两年的生意情况时 小梅深深地陷入了回忆之中 其实小梅与宋伟的关系 在结婚前几年还是很好的 宋伟脑子活 不愿意挣死工资 更不愿意给别人打工 很早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了 刚开始倒腾服装 后来还开过一段时间的饭店 饭店经营得不错 慢慢地在县里还有了连锁店 生意忙起来 宋伟开始经常不回家了 不是跟朋友们赌博 就是花天酒地 也正是因为这样 小梅才和宋伟有了矛盾 前年的时候 饭店房租到期 房主呢不同意续租 宋伟正好也想换个项目经营 就关了饭店 四处考察市场 后来说是找到了好项目 不仅把家底都用了 还借了很多钱 其中就包括高利贷李老板的钱 可是宋伟这次投资 却是赔了个血本乌龟 心情不好的宋伟 更加频繁地夜不归宿 直到小梅接到了 警方打来的电话 警方之前也找过李老板 从那里了解到 宋伟有个情人 就接着问小梅 宋伟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 小梅立刻想到 自己在微信上的发现 于是就拿出手机 翻出融融的朋友圈 给警察看 警察同志 我发现他朋友圈的照片中 有些背影很像宋伟 而且他最近发布了 好多在外游玩的照片 这个女人 也许就是宋伟在外面的情人 现在宋伟出事了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而且还有心情 在外面游玩呢 小梅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提供的这条线索 很快就帮助警方 查到了宋伟的真实下落 进而揭开了案件的真相 原来警方对这些照片的地址 展开了详细追查 不仅发现荣荣所在的位置 而且还发现 和荣荣同游的男子 就是宋伟 宋伟真的没死 随着宋伟的抓获 一切终于随落实处 为了拿钱和情人双处双飞 宋伟伙同弟弟宋布 勒死了一个外地小老板 那抢来的钱 要还清宋伟的债务根本不够 怎么办呢 丧心病狂的兄弟俩 又策划了另一个炸钱计划 只要能找到一个替死鬼 就能够让自己金蝉脱鞘 兄弟俩会怎样实施自己的计划 被抓获后 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 死亡丈夫是凶手 正在播出 原来宋伟在饭店生意红火的时候 跟啤酒推销员荣荣认识了 慢慢地 宋伟喜欢上了这个出来乍到 单纯善良的年轻姑娘 而小梅经常对自己唠叨 宋伟早就心生厌烦 为了赢得美人的芳心 宋伟开始瞒着小梅和荣荣偷偷约会 又瞒着荣荣说自己刚刚离婚 而且考虑到自己和荣荣之间的年龄差 还不想让荣荣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公之于众 乖巧的荣荣也就尽量避免跟宋伟在大庭广众之下见面 每次拍照赛朋友圈 最多也只是露一个模糊的背影 宋伟享受着偷情的快乐 却迎来了自己生意的失败 就在半年前 一个尤其难缠的债主追债追的紧 最后的还款期马上就要到了 宋伟很是头疼 而就在这时 宋伟认识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刚跟老家的媳妇离了婚 分了点钱 想换个环境投资做点生意 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吃饭 喝了酒以后的朋友跟宋伟抱怨 他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 估计死了都没人知道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为了摆脱沉重的债务 与爱事的老婆早日与荣荣双树双飞 宋伟心里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外地人有钱初来乍到孤家寡人 这一系列的信息都在刺激着缺钱的宋伟 他内心起了杀意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这个外地来的生意人后 将他的钱占为己有 但这事他自己做不来 于是打电话叫来了弟弟宋伯 宋伯一听 竟然是让他帮忙杀人 宋伯根本不敢答应 可宋伟说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个朋友说的都是事实 家中父母已过世 现在又跟老婆孩子闹翻了 没人关心他的死活 这件事咱们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等拿上了钱自然会有你的好处 这宋伯打小就很崇拜聪明能干的哥哥 以前也一直靠宋伟照顾 衣食无忧 现在大哥求助再加上金钱诱惑 终于还是同意了 于是宋伟兄弟俩找了个借口 约出来这位外地朋友 一起吃饭的时候 各种吹捧哄骗灌了他很多酒 当这位朋友酒醒的时候 已经被五花大绑在一个偏僻的破屋子里 宋伟各种恐吓殴打 要到了银行卡的密码 把钱转到了自己的账户上 然而这钱根本没有 这个外地人口中说的那么多 但他也没有其他钱了 为了灭口 宋伟和宋波一起勒死了这个人 又找了一处荒地 挖了一个坑把尸体埋了 好多天过去了 还真是没有任何人发现 这个外地朋友不见了 忐忑了几天后的宋伟 逐渐放下心来 并在心中暗暗侥幸 想着永远不被发现才好 但问题是 从这个外地人身上抢来的钱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 还债都不够 怎么办 思索了几天后 宋伟一狠心 想出了第二次的杀人计划 这次他要杀的竟然是自己 宋伟听到宋伟这后续的杀人预谋时 已经上了贼船 吓不来了 宋伟用那个外地朋友的钱 买了三份高额的保险 这三份保险 就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 宋伟跟小梅说的三份保险 如果宋伟意外死亡 两份保险受益人 是兄弟俩的母亲 这样就能保证钱最终能两人一人一份 而另一份保险受益人是小梅 这钱虽然到不了宋伟和宋波手上 但好歹小梅跟自己还有个孩子 而且宋伟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爱钱的人 小梅看到这份保险 一定会尽快配合宋波 火化遗体 获取保险理赔款 可是宋伟显然并不想真的意外死亡 这恰恰是他的高明之处 只要能找到一个替死鬼 就能够让自己金蝉脱鞘 乘此逃离 沉重的载物 年老瘦瘦的小梅 还能带着荣荣拿上一笔巨款 远走高飞 这个替死鬼 就是那位滴滴车司机小刘 宋伟之前坐小刘车的时候 发现小刘跟自己身高 体型 容貌都很接近 当时觉得很有缘分 互相留了电话 但当宋伟有了邪恶的念头之后 小刘慢慢就成为了宋伟圈套中 被诱补的对象 为了利用小刘 宋伟积极主动地跟他交朋友 经常坐他的车 更是有事没事 约他出去吃饭 喝酒 终于在保险买了大半年后 宋伟觉得自己出事 不会让保险公司起疑了 便约了这个司机小刘 让小刘开着自己的车 拉着他们两兄弟跑个长途 还许诺两天就能完事 不会耽误工作 毫无戒心的小刘 哪里能知道身边这个 跟自己称兄道弟的人 是在计划着谋取他的性命的 宋伟和宋波 再一次联手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 勒死了这个司机小刘 之后在汽车车厢底部浇上汽油 把小刘放到驾驶位上 伪造了事故车辆自然的现场 办完这些事后 宋伟就躲了起来 宋波出面来料理所谓的后事 所以他之前一再阻挠嫂子 小梅去寻找真相 是害怕事情败露 但没想到小梅竟如此执着 配合着警方将这一骗局揭穿 那么知道这一切后 小梅会怎么办呢 真相终于大败 再知道丈夫为了躲避高利贷 更为了甩掉自己 而杀害无辜的司机 小梅彻底失望了 思考在山后 小梅和丈夫宋伟离了婚 而荣荣本是想和自己 心爱的男人相守 却不承想宋伟会 做出杀人这种事 恐惧从心底油然而生 不敢多想的荣荣 也与宋伟提出了分手 在本案中 宋伟和宋波对外地朋友 实施抢前行为后 又将其杀害 应该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 而宋伟和宋波 为了骗取保险理赔款 杀害了小梅 既构成保险诈骗罪 又构成故意杀人罪 那么到底如何定罪处罚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想象禁和犯 想象禁和犯是指 一个犯罪行为 触犯了多个罪名 以一宗罪论处 在本案中 宋伟和宋波一共杀死两个人 杀死外地朋友 是在实施完抢劫行为之后 为灭口又实施了杀人的行为 这是两个犯罪行为 分别构成了抢劫罪和故意杀人 两个犯罪 而宋伟和宋波 杀死小刘是一个犯罪行为 既触犯了保险诈骗罪 又触犯了故意杀人罪 根据法律规定 犯故意杀人罪 应当论处 死刑 无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保险诈骗罪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 两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相比之下 故意杀人罪的论处较重 所以本案中 以故意杀人罪予以论处 不再追究保险诈骗罪的责任 最终 法院对两兄弟 以抢劫罪 故意杀人罪 恕罪并罚 判处死刑 宋伟曾经以为 他一死 就能获得重生 机关算尽的宋伟 带着心爱的荣荣 离开原来生活的城市 在山水间尽情地放松 谁曾想到 善良的妻子小妹 坚持要为丈夫查明死因 而不知情的荣荣 在朋友圈信息里 泄露了这只狡猾狐狸的尾巴 所以 天网恢恢数而不漏 他精心策划了自己的死亡 却最终把自己和兄弟 也一起送上了死亡之路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 再见 在婚之际 未婚妻却流产死亡 检查结果令人匪夷所思 你的妻子 应该是服用了过量的打开药 怀疑未婚妻遭陷害 她立即报警 结果令她震惊 警察却告诉她 她的女儿涉嫌妻子流产死亡一案 自己的女儿为何要陷害再婚妻子 周婷婷会为她的行为付出什么代价 再婚妻子遇害真相 下期播出